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剛剛喝完淡水 又回到智力更生第二集的第三節 剛才在咪高峰討論得很熱烈 不如袁醫生和醫生說回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們和大家分享 我們一開始的題目是分一、二、四 大家都討論了 現代人的分音都是非常不如理想 已經半死了 然後最近2010年的LKWVDD 這是一個新大的炸彈 因為這種判法 給很多人有一個很大的引誘 我叫Incentive 一個誘因 一個誘因 是要進行法律的訴訊 離婚從而用一個合法的掠奪 來取得人的家產 取得人的產權 這最後會破壞社會的和諧 所以我覺得今次這種新的離婚評分法 是會帶來香港一個很災難性的家庭破壞 有人會問 我都說要人打官司很簡單 只要製造一個法律是有很大的誘因 我簡單來說 一個叫bad law 一個壞的法例 因為我們的法律的原意 最終的法律原意 是要維繫家庭的和諧 是要保護每個人的基本權益 不要被人侵犯 這是由頭到尾 所以法律本來的目的應該是這樣的 但你可以看到今時今日 在現時所謂文明的社會 其實法律是越來越多的 法律越來越多 結果的效果是 越來越多人犯法 越來越多人坐牢 我上次也說過一遍 在美國有600萬條法例 在加拿大有500萬條法例 結果是怎樣 美國每100個人有一個人坐牢 不是說一身有1%的人坐牢 在美國來說 有100個人有一個人坐牢 好了 有人問一下 今年都問我 哇 這個法律真是很厲害 是做到這個效果 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說 有興趣想去看看 LKW vs DD 2010年 到底法律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自己有機會 也和其他律師界的人 都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先和大家去看看 這個法律的背景是怎樣 這個法律是兩位人士 一位是來自北京的女士 大概四十多歲 跟香港一個男士結婚 在結婚大概是七年的時間 接著他們就開始要離婚了 在離婚過程中 大家聲稱 過去七年每人是出一本家用的 我忘記了 大概1萬元 男方出1萬元 女方出1萬元 結果在打官司裏面 大家就要揭露自己的身家 原來這位來自北京的女士 自己身家有6萬5千元 這些資料其實是公開資料 我不是替任何人揭秘 大家上去看 是看到這些資料 你看到這位女士的身家 是6萬5千元 而那個男方大概是有 四百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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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分幾年 親年 沒有小朋友 親年是沒有小朋友 好了 加起來的兩個身家 大概是536萬5千元 總共加起來的身家 在這個訴訟的過程 去到高院的時候 已經判了對方三分之一的家產 即是155萬元 即是沿用過往 即是舊的標準 過往也不一定是三分之一 過往是合理判決 即是有考慮很多事情 但當時因為第一關 第一輪在一個高等法庭 判決是三分之一 大概是155萬 但他們仍然覺得還未足夠 你記住 女方本身的身家是6萬5千元 判了他155萬 都覺得不夠 還要繼續上訴去到終審法庭 即是你說判那個是 判那個已經去到高等法院了 在高等法院的時候已經判了 判了他155萬 都認為覺得是不夠 所以繼續要打上去 打到終審法庭的時候 最終達到的判決 就是雙方是各人一半 打官司也知道 那些一上去高等法院 不便宜 打一堂是短堂計的 沒錯 你估計應該是多少錢 這些打法是多少錢 通通都十多個 有些公開的 哪個大狀打35萬一堂 35萬一堂 其實這些官司 這樣的打法 起碼是幾百萬用 那你只有幾萬元 即是他已經清掉身家 只有幾萬元 你哪有夠膽去打 我不太明白 那他怎樣拿到律師費呢 好像在這個案子 這個DD vs LKW 是兩個律師雙方代表 都是免費幫他們 去終審法庭的 那兩個都是 所以兩個都是不用付錢的 你記住 即是他沒有拿法律援助 即是他沒有拿法律援助 絕對沒有法律援助 而幫他打官司的兩家律師樓 都是全香港差不多是最貴的律師樓 即是他不收 他兩個是免費幫他打的 兩邊都免費幫他打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幫這兩個人呢 這個女生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不空幫我報告其他人呢 這個都是大家的問題 都是在想這個問題 即是律師哪有這麼死錯人 他們總會計數 我還要補充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年份 2004年已經是 婦女那邊就是有三人一 去到高院 去到終審有一個最後判決 就是50-50 已經是2010年 即是六年之後的事 六年之後 一個普通人 怎麼可以花這麼多時間 用六年的時間去做這個訴訟 還有這兩家律師行 你以為沒什麼做的嗎 為什麼要花六年時間 去打一場官司呢 為什麼呢 如果沒有理會的話 一定不會這樣 李永康 有時候也要說 小弟呢 試過十幾年前 玩過一場官司 即是不小心駕駛 你知不知道 只是這樣而已 壓力多大 真的睡不著啊 大哥 你明白嗎 又要找律師 我不小心駕駛而已 你可想而知 錢和壓力多大 你剛才那幾年 六年 正是由高院到中審院的六年 之前算了 你當你兩年 八年 最少八年 我那個裁判法院 我賣的那條數 這麼多年前都不少 你看看 這位女士 她身家只是六萬五千元 而判了給她一百五十五萬的判決 她還未罷休 說真的 正常來說 香港判了多少 都已經不敢玩了 對吧 是啊 即是我們見過律師就知道了 對吧 沒錯 那為什麼呢 你幾有道理都不敢打 沒錯 還有你記住 我們是在說 香港的 全香港 可以說 不知道是否最貴的 律師樓 每一個律師樓 派三個律師 跟她打 是 是免費跟她打 給我感覺 這兩位律師 這六位律師 在這六年 真是處心積累 真是涉而不水 令到這件案發生 或者令到這個結果呈現出來 給我感覺 沒錯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但是醫生又要這樣說 我不太明白 是啊 你知道 我們香港是核心價值 司法獨立 你怎樣玩這個遊戲 都不能左右的官判 沒錯 好了 你知不知道結果是怎樣判出來 是哪三位中審法官怎樣判 如果有機會 因為資料全都是公開資料 不是我們去揭秘 我們常常不想做這件事 我們發現到 亦有人指出 原來香港當時那三位中審法官 其實三位都沒有家庭法律 家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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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沒有的 那判的人我們叫做 Maritime Law Maritime Law 其實是很多基本的商業法 其中一個法官 有這方面的專業經驗 其實三位中審法庭的法官 都沒有任何家事法庭的背景 即是審錯官不是審死官 那我又想問是否這樣呢 即是他是不是拿一些 你知道香港行什麼 普通法 他會不會拿外國的案件 外國這樣判的 即是遞上去呢 所以很多人懷疑 其實在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那三位的法官 你現在所聽的那個範圍 不是你的專長 而有六個大狀 來勢洶洶的大狀 香港是一個 所謂最貴的律師樓的大狀 來不斷拋書包 即是說外國怎樣判 外國怎樣判 結果你會怎樣呢 你可以想像中 結果就是這樣的 整個判詞 三個高審法院的律師 只是一個作出的判詞 而其他兩位呢 就是同意他所說 我不知道一般 即是終審法庭的法官 是應該怎樣做的 但這些資料 其實全部在那個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得到的 當時就是一個法官判了 其他兩個法官 就是我同意這位法官判 但第三個法官就說 我同意這個法官判 當然很多人 即是我們所謂的 行內人 知情人士 一看這案 都發現很多疑點 疑點第一 為何香港專打離婚官司 和收費最貴的律師 竟然會為雙方都免費打 這場銀碼不大 我現在說五百多萬 如果打這麼多延的官司 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最近那幾宗 過億的律師費 那個五百多萬 區區五百多萬 可以這樣說 這兩個律師費都不會夠 買一層樓不行 為何要為他打這場 官司免費幫他打 這個很明顯不是什麼正義之戰 為什麼原因 這是很多人提出的 又不是要坐牢 但是成功製造了一半一半的 分身家案例出來 沒錯 很多人說 其實很明顯 這是經典的案例 這件成件的案例 其實目的是 要製造一個 將香港整個離婚判案的方法 徹底改變了 變成一個經典的參考案例 沒錯 之後全香港人 就看到了 其實香港很多很多 大的判案 其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好了 這些懷疑點 如果這樣說 就通了 為何用六年時間 免費打官司 這樣想得通 沒錯 即是他後續的 好了 再看看 這位北京來的女士 自己身家只不過 六萬五千元 高管已經判了155萬 還沒收 還覺得不夠 因為如果 你說只有五百多萬 其實都差不多 他都三成了 差不多三成了 總之 他自己身家都是六萬五千元的 突然之間 就判了155萬給你 對 即是他有五百多萬分 假設 他都差不多三成了 即是在高等法院判都差不多三成 即是說 如果他上去 上去終審庭 只有兩個可能性 要不就維持三成 要不就去到 他所提出的 他打上去終審庭 你當然是說 喂 太少了 我要多少 要不就認同 或者 中審庭的官判多判少 即是維持原判 或者判多 這樣可以接受 明白嗎 為何可以接受 那他上去 現在都差不多三成 跟舊例一樣 對不對 那他還不夠上去的話 即是 其實如果你說 假設是想做這個官司 假設 即是 只有兩個可能性 起碼都維持 或者去到五成 記住 這個女方 身家是六萬五千元 他的身家就是這麼多 突然之間 有155萬給你 不 他上去 他在終審庭 那他那個代表律師 他有沒有說 我上去終審庭 我要多少 有沒有 他有沒有說 我不知道 我用分析 很多人 已經指塵出那個問題點 知道嗎 即是如果你一個人 你去拿錢 那你自己是六萬五千元的身家 突然之間 是增加到155萬的 那你還未覺得夠 你還未覺得夠 那他可能說是共同家產 即是假設 你不要忘記年份 哈哈哈哈 現在只有六年 可以是八年 或是十年 本來你155萬已經到手 已經在袋裡 但你打六年 或者八年 或者打十年 未必可以的 沒錯 那為什麼你要沒有這個險 還有 還有 如果我願你付錢 打 那五百多萬 給律師費都不夠 肯定不夠 還有 有一個中途 可以中途 中途情況 兩間律師都說 算了 我們不再打這個官司 那你就可能更少 那他又不肯和解 沒有 當然沒有 那懷疑是怎樣 為什麼 在這樣的情況下 女方都不收手 很簡單 如果你要自己去出錢 請律師去打 你肯定 那五百多萬的錢 是沒有什麼律師 會有興趣去打 你的官司 給他 都不夠 而偏偏他還會繼續打下去 例如李永康說 不是說再打幾個月 是年度拖六年 2004年 一直打到2010年 是在說六年的時間 一般常理分析 是你不可能會打這些官司 尤其是與你付錢 很明顯 他是不用付錢 為什麼一個律師 會有這樣的興趣 幫這些這麼少錢的官司 免費和他打 他是否一個受害的人士 他沒有說 他不是說他在家庭被老公欺 來虐待他 他完全沒有這件事 這是一個 已經有人指出來的疑點 如果大家認識外地的家庭 在外地的家庭文化 北京包括在內 通常男人很習慣 把收入給老婆 老婆作為家庭開治 這是很慣常的大陸習慣 而香港的丈夫 在傳統上 我相信都是負責大部分的家庭 尤其是在這個情況下 南方的財產多於女方這麼多 他們聲稱平均一半一半開支 其實很多人都會懷疑 到底是否真的 在任何官司裏面 如果大家都不挑戰大家 我說是這樣 對方認為 我也同意你是這樣 就當是事實了 但是否真的 這是完全不合乎 就是一般我們慣性所見到的內地家庭 即是家庭的開支 以及香港人的開支 很少很少 就是你出萬五 對方又出萬五 大家來得平均 那不用多說這麼複雜 是不是 那些律師 哪有空做這麼多免費的事情 好了 還有一個懷疑的地方 我們知道其實平均家產 通常你說你的婚姻是三十年四十年 你就走不掉了 如今時今日的法律 你就走不掉了 無論對方男女也好 她的行為如何差 比你帶綠母也好 不比你帶綠母去 外面勾三搭四 其實就是不考慮 很多人都不明白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們法律的遊戲 他不會考慮 因為為什麼 你自己可以想到 作為一個法官 當你打官的時候 你說對方怎樣不好 對方通姦 你怎麼證實 你知道嗎 你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法官是完全不會考慮這件事的 因為這件事是很煩的 你當然是罵對方不時 那你怎麼考慮呢 你要去證實 其實是很困難的 難道真的要捉間屬所上床嗎 他不會做這件事 所以你完全的法律師 是完全不考慮這一點的 你的行為怎樣 你家庭有沒有貢獻 在新的條例之下 是完全不被考慮的 你記住一下 你記住這一點 跟以前是很不同的 好了 也有人提出過的問題 七年的婚姻 在法律上 不是一個長的婚姻 是判一半一半 可以感覺是絕小絕小有的 如果你三十年 四十年 在外國有這種判例之下 會出現過 但在香港來說 是絕小絕小的 還有最後一件事 三個中審法庭的法官 都沒有加持法庭的專業 而他只是一個作出的判詞 而其他兩個只是沒有意見 同意算數 所以大家覺得這件案 其實是在做什麼 看過結果 很多人懷疑 這件案是做出來的 很多人懷疑 為何要做出這個 這件案是否很明顯 是製造一個全新的離婚法律的新市場 而事實上 如果大家有機會 上網去看最近的 法律雜誌和刊物 其實香港現在的離婚官司 是多了很多 是很明顯的 而且離婚的人 是越來越多 不論什麼年紀都有 好像我最近看過一件案 七十多歲 還要差這些 我很肯定 這個案件未出現之前 是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你可以看到現在 你上網去看這些資料 其實很多律師樓都告訴你 現在突然之間 離婚官司的生意是多了很多很多 其實不單止因為離婚的官司多了 還有一件事 因為有這些新的法例 很多人覺得 是要做一些保護的步驟 在外國已經看到了 因為這類分家產法 在外國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外國人知道他做了什麼 婚前協議輸 沒錯 他會用婚前協議輸 但暫時在香港 婚前協議是在法律上未被承認的 但香港是可以做分頭協議的 這幾分之後再做 好像還可以接受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在美國方面 婚前協議是被法律所承認 但在香港這個地區不承認呢 如果真的不承認的話 會令到哪些人得益 或者哪些人失去利益 整個動作 最終做了什麼的效果 會令到很多人打離婚官司 這是最終的結果 作為一個家庭 如果有這個隱憂 有這個定時炸彈 我們曾經所說 婚姻已經很脆弱了 已經非常脆弱了 再加上這兩個炸彈 所以為什麼我們還不是婚姻已死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知道 我們叫做 stress index 人生的壓力指標 其實最大的壓力是什麼呢 是意外死亡 記住 不是普通死亡 如果我爸爸100歲死 我媽媽96歲死 完全沒有壓力 很開心的時間到了 他完全沒有質疑中 所以死亡不是一定最大的壓力 意外死亡是第一的壓力 第二是什麼呢 就是離婚 為什麼意外死亡 我也不知道 意外死亡 意外死亡 就是意外死亡 你不預料他死亡 而突然之間死亡 我經常想著我會死亡 那些人說這樣 不是說他已經病到差不多了 都已經100歲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意外死亡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 為什麼那麼害怕呢 那些人就害怕了 你發生的時候 你女兒突然之間被車撞死了 這個就是意外死亡 那你明白嗎 那你本人 是不是對你來說會不會很大呢 你的親人 就是你最愛的人 受意外死亡 而對你所造成的心理壓力 是傷害最高級的 你說個人為什麼意外死亡 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就是你的親人 或者你最愛的人 未必一定是親人 你喜歡那隻狗死亡 那你就很傷心 是沒有預期他死亡 而他突然之間死亡 那這就是最大的壓力 第二的人生最大的壓力 和經理就是離婚 大家都知道 像Varida都很清晰地說出來 其實在離婚裡面 我們有感情上創傷 很多人需要很多時間去處理 我才可以回復 但現在的問題 現時的香港離婚 不單止感情上創傷 還要遭受財產 荷包上的重傷 合法掠奪 荷包重傷 合法掠奪 英文叫做legal plunder 大家有機會想看這個概念 有一本書是Fedric Bastiat Bastiat 他有一本經典的作之作 叫做the law 是一個法國的法學家 他曾經走的一本書 強調其實不好的法良 其實法律有好有不好 就是壞的法律 有些人說法律有什麼不好 我們那個slavery law 奴隸的制度就是bad law 你不能夠說所有法律一定是好的 有些不好的法律會出現 如果我們有些不好的法律 就會造製合法掠奪 侵犯個人的自由、產權、破壞社會和諧 這是我們現時最新的離婚法做出來的 在這種現代的離婚法之下 離婚人只會越來越多 因為在外國你也看到 我們這麼多的家事法律出現之後 是否最終是我們家庭的關係好 其實是相反的 在外國離婚是越來越多 所謂家庭分離是越來越多 子女分離是越來越多 很明顯離婚的律師是越來越忙 而家庭的關係是越來越差 這些所謂的破先例的離婚官司 其實明眼人一看 很多人這樣說 是很大機會 會不會有子晨 會不會是根本做出來的結果 好了 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香港人有些什麼對策呢 我們香港自治根深 有些什麼我們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幫助呢 好了時間 回來再談 回來再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唉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的 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好 又回到我們自力更生第四節了 那 那 Doktor你指塵了遊戲的規則改變了 引申到 誘因太大了 是不是 就是 鼓勵人打官司 好了 我們要貫我們自力更生的做法 怎樣面對怎樣解決呢 炸彈已經下來了 是不是 怎樣呢 是不是接受了他呢 因為有些人說 這些情況在外國已經是這樣的 是不是 那外國是 即是他們是怎樣處理呢 我們剛才提及 用那個婚前協議書 婚後協議書 也有些人採取同居 不結婚 但是在外國 同居都等於結婚 一年之後也是一樣的了 所以你看到 我看到的現象 我上年去加拿大 去探訪我以前的醫學院的同學 原來她有三個女兒 已經大學生 一個人讀了醫學院 三個女兒 她太太和她結了三十多年婚 她跟我說 其實我們兩個人是沒有註冊的 我有結婚的 但我們沒有註冊的 然後她跟我說 她說 你知道嗎 在加拿大三分之一的婚人是沒有註冊的 你可以看到 一種解決的方法 他們索性就不加入這個遊戲 知道嗎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就以為我們有一個法律是保障我們的 是我們的權益 其實你可以看到 很多法律是做相反的事情 是製造很多我們的合法掠奪的環境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香港有什麼可以做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怎樣做 婚前協議不行 剛才你說過婚後協議可以 那是否婚後協議也是一個方法呢 在現在的律師樓 大家都知道她們在做這些 那是不行 那就用婚後協議 如果婚後協議 其實邏輯有難題 對呀 你都簽了那張東西才談的 那些 有些難度 大家的觀點都沒有 簽了婚證書都沒有簽不動房 今晚你就談轉 要不要我讀再結婚的時候 那一段 不用了 不用了 我還沒聽過 你明白嗎 你都讀完 讀完 你就把這張東西出來 老婆 不如大家這樣 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你說有問題的時候 那你能夠開口嗎 你能夠開口嗎 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你說還沒簽之前 還沒簽婚前 大家說好數也OK 明白嗎 但這樣玩也是有個問題 如果大家承認是一個交易 就沒問題了 除非我不是說 有這個觀點也可以 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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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戒指 這是很大的問題 這是很大的矛盾 怎麼做 是嗎 是啊 所以這個似乎都不可以做 我懷疑 有什麼可以做呢 就是不結婚 其實現在正在做 很多 我認識很多 在香港 你不是註冊 你可以結婚 一種我們可以做 我們會結婚 但我們就是簽自己的文藥 你可以去拍婚紗上的文藥 你做完 你請人什麼都好 你簽自己的文藥 我和你的關係 我們是不需要政府 亦不需要被律師有機可乘 來利用我們的婚姻關係 來破壞我們的婚姻 其實現在這個 你剛才說這個做法 其實在現今21世紀 是可以的 我剛才說 在QBEC省三分之一的婚姻 已經在做了 不是 我用錯了字眼 不是可以 即是說是成熟的 為什麼呢 都說了 開波之前已經說 開波那時候已經說了 是不是 過往的婚姻 是源於 因為女性她沒有經濟能力 現在女性大多數都這麼厲害 即是她不介意要男人照顧她 即是她不需要男人照顧她 根本就不需要男人照顧她 但很多過往的婚姻 其實是源於生存 我們最近都看到 在韓國有一位研究人員 一個博士在哈佛 他就調查了日本、韓國和香港的 所謂三高三北的女性 我上次也有提及的 高年齡、高收入 高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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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北是甚麼呢 不缺分 不同居 不生仔 不生仔 其實可以說 我們的社會環境是不斷地改變的 很多以前的婚姻制度 可以這樣說已經是不合時宜 已經絕對不合時宜 即是我們現在人類很多很多的問題 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我們不相信自己 我們是信制度 信一個政府 信一個所謂的專業人員 給我們保護 這是我們的問題的根源 你說可以不結婚 在外國來說 如果你同居 其實也等同結婚 我和大家一個例子 我有朋友告訴你 因為他自己也經歷過這些 像加拿大一樣的 加拿大一樣 他說你今時今日 因為在加拿大同居都不行 那要怎樣做呢 你要和你的女朋友 或者你的真愛 住在一起 但你記住 你不要給他 算時間 我忘記是多久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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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十一個月 總之不要到一年 你就要分一分 你不要給他 共同用你的 你不要給他 大家 大家是不需要的 他分一分 再住 永遠不會構成 一個common law marriage 因為你同居的恩怨 就當你是 你要做到這樣 你想想 為何我們愛情婚姻的關係 要搞到我們要出這一招 你想不想到 我們是多悲 因為這種法例 這種定時炸彈 這種威脅 令到很多人 尤其是有錢人 不敢結婚 但這不是我講的 是那些離婚律師說的 如果你真的明白 現在的新法律 你是不會結婚的 你有錢 你就不會結婚 但現在結婚的是什麼人 是那些年輕人 沒有錢的 就是勢娃娃的 我們叫做puppy love 還傻跟跟的 那些是會結婚的 但真真正正知道 內情的人 尤其是有錢人 他是已經無法享受 婚姻的正常的婚姻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法律 現在的法律 已經出現在我們的社會 你可以看到 其實好像 有一位很出名的 英倫法律作者 叫Sir William Blackstone 我經常說他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法律愈多 是公正愈少的 記住 法律愈多 是公正愈少的 再加多一句 自由愈少 你選擇哪一句 我曾經說 Fedric Bastier那本書 《經典資作The Law》 其實是他的解釋 法律應該做到什麼 是保護我們 不要被我們最基本權益 被人侵犯 我們的法律 不是要容許某一方人 可以侵犯別人的私產 我們很多法律都是這樣的 某程度上 我們交稅收 牌照 其實很多都已經走到那條路 所以你看到 我們現在的社會 是越來越複雜 問題越來越多 不公義的現象是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的法律 走錯了一條路 這個新的離婚法 可以這樣說 絕對是走錯了方向 我們怎樣去扭轉頭 有時我都跟律師談 他怎樣來的 因為他走一個先禮 我問可不可以 我又另一個官司 又打打打打打 打到終審法團 又扭轉回 他又沒有說不行 不過會很難 為什麼很難呢 很簡單 是不會有一個律師 會幫你打這個官司 不會有一個家事法庭 離婚的律師 是會幫你打這個官司 因為為什麼 你是利益 因為你盜他不是 他跟你打 以後就沒有別的官司 沒錯 他這麼辛苦 做了一個這樣的案子 令到整個離婚市場 開了一個大的金礦 他敢不敢呢 當然他要行內人 他一定是離婚律師 他會不會跟你打 是會推翻他 第一 都是既得利益者 是不會 你是不會找到一個律師 是跟你打這個官司 他明知道的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將來的受害者 都是律師的 香港很多的 離婚律師 很多錢 其實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對付他 他將來可能是一個很大機會 成為受害者 我最近聽到一個朋友 一個外籍人士 原來在余景灣 他已經知道有個律師 來派卡片 派給誰 派給郭泰 航空公司 那些機師 那些太太 派回的時候 問他 怎樣 派人可不開心 你不開心 可以離婚 可以刮他幾千萬 分了一半身家 你想想 做到這樣 現在的律師 真的很醜 做律師 是要做Marketing 是的 這個人說給我聽 他覺得他不需要做 一個男人老鬼 為什麼要突然間說 原來他已經看到 已經有律師在那裡派這些卡片 你想想 你試想一下 在一個漫長的婚姻裡 有什麼可能會有些 沒有爭拗呢 有什麼可能會有 不開心的事情出現過呢 一定有的 但是過去不開心 要是慢慢地 忍住他也好 解決他 解決他 但是今時今日 不是的 你不開心 你不如趁機去拿 拿人一大筆錢 拿人幾千萬 你想想 今時今日的綠合所多少錢 最多好像 三千八百萬 一般是幾百萬 一般是千多萬 你知道嗎 諾貝爾獎是多少錢 一百萬 一百萬美金 對 一百萬美金 你想想 離婚是很常發生的 有錢的家庭是很多的 你想想 有什麼比中立學獎 容易比諾貝爾獎 就是利用離婚的機制 香港是很嚴重的 其實可以這樣說 外國已經熬了很多年了 但今時今日已經進來香港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有一種想法 既然是一場官司打開才禮 其實我們是可以 用另外的官司打上去的 譬如我們真的要有心 真的為香港 是為自己的子女著想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 又打一場官司 不需要律師的 你和我只要打得 總之不可以 再繼續上去 直至到他 是用以前的合理分配 打上去 在理論上不是不可以的 但我們需要的人 會不會這樣做呢 可以做到這樣的層次呢 這就是一種可以 有機會解決的方法 第二件事 我當時想到 有人提出 他說很簡單 我們集體離婚 不玩這個遊戲 集體離婚 你都叫了分 大家知道 我們的婚姻 是不應該被人侮辱我們 即是我們叫做 Blessphemy 即是侮辱我們神聖婚姻的關係 就是因為被這些法律 是侮辱我們的 為何我們要忍受這件事呢 所以有人提出 他說不如我們集體離婚 離婚的原因就是 我要向這種新的法例抗議 很簡單 他一定會問你 原因是兩個人都這樣寫 我相信有一百人一千人 肯做出這個動作 這個法例就很快被人改 其實事在人迷 我經常跟大家說 你要個專家律師幫你做 你不用幫 有一天會出現 但你肯去做 其實沒什麼不行 如果你真正正是 我們珍惜我們人的真正關係 我們愛情的真正關係 我們不要被這些惡法破壞 我們可否想到這件事 其實全都是我們 是我們自己能夠改 能夠做的能力 這是一種方法 第二種就是 不要結婚 當然香港暫時來說 同居不算結婚 但如果有一天 他迫同居 他迫到你 我可以走到這條路 迫到你沒有地走 沒有氣休息 你不結婚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愛情生活 竟然被人迫到你走投無路 挺可悲 大家想想 有沒有一個非常可悲的現象 還有一個方法 雙方 男女雙方 他可以和自己做一個財務保護 在財務上可以令你做一個很有錢的窮人 即是成立基金 你意思是信託 譬如信託基金 例如把財產分為不同主義 例如BVI 即是英屬處女島 或不成立公司 有很多方法 我們也查過 我們也查過 一定知道 原來我們發現 都不行的 trust 也沒有用的 他也照樣追得到 你能看到 我們現在的處境是 最近那間 七十幾歲的兩個老人家離婚 他最初說拿3分1 後來要拿50 50 他說他曾經等了一些錢 在trust 現在要他拿出來計算 我當他是一個案例 我也看過 他是有一個基金 但也要拿出來 你是走不甩的 走不甩 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 最好最好最好 就是離婚的時候 就做窮光彈 最惡就是窮人 在法律上 有一個法律的原則 你不可以向一個黑衣 拿皇帝的贖金 You cannot extract a king's ransom from a pauper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現在世界新店上 我們的中產階級已經全部毀滅 在美國已經沒有什麼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都變成窮人 我經常都這樣說 世界新店用不同的方法 破壞我們的家庭的團結 破壞我們的中產階級的價值觀 其實真的很可能是這件事不斷地發生 你看看這些現象 到底是為誰而出現這個法律呢 是否真真正正我們的家庭法出現之後 我們的家庭是更加和修呢 是更加受保障呢 是完全相反的 算了吧 算了吧 要不就還有一個方法 還有什麼方法 就是 永遠不停止拍拖 純粹拍拖 不住在一起 單人度假算 為什麼我們那個人與人之間的男女之間的關係呢 要受到這樣的障礙 這些阻礙呢 為什麼呢 常常都說 很多年前在我自己讀書裡面 我們也有讀書 還有一個方法 要不就找個大家都那麼高那麼大 沒錯 傳統的就是門當戶對 門當戶對 我告訴你 我曾經跟有些人聊天 有些人說 我要一個女兒 讀書是一般的 不要緊 找一個有錢的老公 我心想 如果那個老公不是那麼蠢 他也會有防範的 怎麼會看到呢 將來整個機制 是迫你所謂門當戶對 令到婚姻的選擇 其實是越來越合責的 因為有這些框關 令到你 你一定要找回同樣有錢的人 其實在大陸發生的 是不是 那個首富的女兒 不敢找男朋友 他怎麼敢找 他也知道什麼事情 沒錯 香港人 是時候想想 很多時候以為 不關我的事 聽說離婚的事情 不關我的事 但其實是關於每個人 關於你的家的小朋友 你將來 你都希望他們 可以在一個正常的 安全的環境去結婚 今時今日 這個環境已經全部被破壞了 被毀滅了 還有什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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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也很自然會發生 很自然發生 為什麼很自然發生 有需要就交易 很多人自己不承認 但是做出來的事情是交易 我當然是居你一筆 拿不到全部 拿一半也好 一定是這樣的 這些邏輯發展 其實我們的觀點要改變 我們將來的婚姻層次 可以去到另一個組合 其實如果我們反過來看 因為現在我們就出現了 這個需求的問題 如果我們個個不是想著 在對方拿東西 而是每個人都想 將我們擁有的東西 互相去共演出來 其實我們就不需要 有這個離婚法 或者訴訟法的問題存在 因為每個人都想對方好 將自己好情願 將自己的東西 去跟對方分享 而並不是像現在這樣 因為你有這些資產 我就要在你身上拿 我才覺得順了一條戲 離婚之後 就是這樣 協議告吹 我當然是叫他來一筆 就是這樣 大家都看到 現在一般的氣氛 中國大陸氣氛都是這樣 你沒有扭 沒有扭 你卷不到婚 你們可以看到 雖然我們愛情 對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我們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但事實上 我們那個事實環境 是大部分的東西 經濟都很緊緊 我覺得是故意造成也好 我認為是故意造成 我經常跟大家強調 其實最終最終 你發現很多很多的問題 都是一個經濟的問題 經濟的不公平問題 看到其實是因為人對錢的貪親癡 才污染了愛情 污染了婚姻 其實婚姻愛情是很神聖的 但是因為涉及到錢 我們個人的慾望 以及又加上法律 插了一隻手 令到事情複雜了 已經變得不漂亮了 沒錯 對啊 我自己的... 我做了一些事情 自從我明白這些事情之後 我是跟老婆說的 我... 我前年跟老婆說的 我說呢 我說我跟你一起呢 就算有沒有簽不簽這張紙 我也會照顧你的 我說 我不是因為有這張紙 而迫我去做的 我這樣跟老婆說的 你明白嗎 我真的很明白 我很明白 我跟她在一起 不是被迫的 就不是因為簽了一張紙 過往就有點不太神氣 如果我是你老婆 那一天聽到我也感動 我也相信你 不過這個真的 沒有人可以保證得到 不是 那我當然是有些 採取多些行動的 用行動精示的最好 也是這樣說的 我說呢 如果你找到一個對象 是一個有問題的 結果你就要受害了 那這個就很不公道了 那... 這個說法我就有點保留了 那你怎麼回答這個說法呢 不是 那個人 你自己下次 麻煩你學習 又是學習 你學不到下次再學習 那為什麼你會黏在這些人上呢 就是我這樣說的 沒錯 其實我的答案也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是你的錯誤的判斷 就是你找到一個人 結果是令你痛苦 就是你要觀察的 令到你要分開 這個是你的錯誤的判斷 是你的錯誤的判斷 而你的錯誤的判斷 你的錯誤是不應該其他人幫你分擔的 我們是不應該用法律 是保障你做的犯的錯誤 那就是說 真真正正我們將來要著重的地方 我們要學會怎樣去看人 要學會人際關係 就不是說要那個法律 是幫你彌補你的所犯的錯誤 那我們才有機會去成長 現在成長我們的香港氣氛就是 有什麼事政府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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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法律改 有什麼不公平的地方 法律改了它 這就是一個好錯好錯的法律 結果就像我那樣 有六百萬條法律 結果每個人都犯法 一百個人都在坐牢 這不是我們香港想去的 我們將來希望大家 在我們的自力更生 其實解釋得很清晰 將來我們人類的幸福 將來地球成不成天堂 或者變成地獄呢 其實是要全部靠我們 能不能夠自力更生 我再舉個例子 近來 有些女性朋友問我 我很想找一個 我要找一個愛我的人 才會覺得幸福 已經是錯了 我說你這樣想 你要別人令到你開心快樂幸福 我說你一定會痛苦 為什麼你不能反過來 令你的地方開心快樂呢 我說很簡單 我說很簡單 我幫你再清晰一點說 你是想要一個是什麼人 很需要你的人 還有任你控制的人 你就覺得幸福了 其實是這樣 就不要說愛著 你不如 我想是一個自身的修為 絕對是 大多數人都是這樣 其實快樂幸福不是別人給你的 自己爭取 肯定 是你自己去營造出來 然後你才會快樂和幸福 所以你看一下 就是一個我喜歡的人 我就很幸福 我說你一輩子 你是注定一定痛苦的 這樣 不可能的 別人怎麼能給你幸福快樂呢 就算你很多錢都給不到 我怎麼能令到別人幸福 我真的想不到 你怎麼能給你幸福 我每天買房子給你 你都不會 今天跟大家 很詳細深入討論過 香港現時面對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婚姻的制度 受到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覺得最終最終的解決方法 都是我們自己自力更新 自己去做自己能夠做到的事 就不要處處在制度上 或者政府上 能夠幫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還有最重要是認清真相 好 今天要有聲拜拜 拜拜 拜拜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一個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